新的篇章从王样背书包开始 要不说王样会穿搭 这潮流的铁链子配校服 而王样不打算与众人告别 独自前往封印记忆的石板 不过主角团岂能被甩掉 课都不上也要来 这时有个骚人出现 他要念咒搞王样 就在王样举起三神卡时 发出万丈光芒 记忆石板也发出回应 王样以为记忆要来了 而骚人这边也是上法了 石板瞬间就被冻结 三神卡也出了问题 王样发现是有人在搞他 就在这时 外面出现许多战斗怪兽 四个学生立刻出门 就想要拯救世界 可惜剧情进展没那么快 而那个骚人不光要搞游戏 还想搞社长的公司 全世界都知道 虚拟影像是社长的专利 在路上众人发现了龙奇与语谋 不过这两个好像傻掉了 说什么世界要毁灭的风华 而裁判现在当上了社长公司的高管 在应对众多记者的提问 四人无奈回到激将家里 都换了身心衣服 看来游戏王的世界入秋了 而激将则懒了个星火 自家公司毫无关系 听完几人开始分析 突然激将又出事了 几人立刻赶到 激将表示自己的活被抢了 我靠 那不就是神志卡被抢了吗 城之内率先冲了出去 就看见了 不光如此 还有其他两个 就在游戏困惑时 一阵光芒袭来 三个骑着机车 自称多马三剑客的人出现 告诉游戏想要神志卡 就得去对面的大楼 几人无奈只能前往 这是一个黑衣老哥出现 说自己是三剑客之一的仆人 他想要和王阳打打牌 果然楼顶只为打牌而生 面对挑战 三千年的牌王合成怕过 而老哥自带新型决斗盘 于是打牌搞起